当阿贤长大之后呢 也许他的兴趣会越来越多元 比方说他可能会喜欢跳舞 没到了家人呢 的确很多学生到车站练舞 但有时候呢 对于旅客造成了困扰 新北市政府呢 现在因此要求三铁共购的板桥车站 画出一块区域 专门让学生们练舞 但是没想到这片梅意 有学生根本不买账 地板动作 左舞各个跳得有模有样 高中生下课的练舞场地首选 新北市的板桥火车站 堪称是全台最大的练舞圣地 车站之内空地大 遮风避雨又有免费的冷气 很多学生一待就是四五个小时 不但音乐大声 跳舞站的空间也不小 放眼望过去 整个车站就快要变成舞厅 很多旅客实在是看不下去 音量可能要稍微控制 有时候是真的变成是噪音 要有点配音 我觉得太吵了 我觉得是到学校去比较好 学校比较适合 就是因为过去也曾经发生过 学生旅客冲撞意外 所以台铁去年开始明文规定 禁止学生霸占车站来练舞 但练舞的学生们 根本不当一回事 本站目前是两个小时 我们的值班人员 会到我们的场上各地巡逻一次 那碰到有小朋友在 或是学生在跳舞 就是滑直排轮 或是说滑板的时候 我们同轮会马上去制止 就算有人巡逻也没用 巡察员一过 学生舞咒跳 像是玩躲猫猫一样 车站无奈 有些学生也嫌烦 干脆转移阵地 到隔壁的捷运站 特别画出来的练舞区 每次都那么嘈傲 因为给人不好影响 学生在车站里面练舞 或许自认是一种自由 但却可能妨碍到旅客通行 如何双赢 除了相关管理要加强之外 学生们也得学会自律 追选王群鹤 黄博翔 台北采访报道